你現在就對著那個鏡頭告訴大家說 你喜歡的類型是哪一些 馬上就招來一堆的 有才華的就可以了 但是有才華要懂得體貼別人 因為在我過去的觀念裡 我會覺得說有才華 但不懂得體貼 不一定啊 我這裡是個例外嗎 老師 我來看誰的證明 老師你已經名花有助了 記得 我當然這麼說的時候 我就聯想到在我們那裡的女生 在學習戀愛的互動的 其實他們在過去呢 都說一說好像都沒有什麼人來反應 溫進 無人溫進 無人溫進 就是可能感情上都是空白的 OK 可是大家開始用這個方式 就是把自己想要的東西想像出來 要的無論是性格的角度 甚至那個對方的條件 經常都這樣子去思想 甚至問自己 我真的這樣能適合我嗎 然後開始去做這樣一個理情的時候呢 奇怪 他們課程結束之後啊 他們說老師我現在很煩了 外面已經有一兩個追求者 在那邊找我 很煩耶 我又要跟你這裡的同學互動 然後又要跟外面的怎麼辦 我說怎麼會這樣 很多這樣的例子 非常有趣的想像力 但如果有些人的想像力不太好 他可以寫下來嘛 然後可能寫在一張紙條什麼之類的 放在信封夾在枕頭底下 對啦 好像以前的人 把牙齒 我想到把牙齒夾在那個枕頭下面 我想就會實現的感覺 其實我們是要帶出說 那個想像力就是我們講的那個威力 就是潛意識的威力 你該跟自己說要這樣的人 甚至你相信自己會這樣 我們說你真的相信自己找到心靈辦理嗎 你玩從頭戲裡面相信的時候 有這樣的人會出現在你生命中 他真的會來的 嗯 所以 他也說不清楚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因為只要你是相信的話 那你是正面的話 那自然就會這樣 你的意思就是我們用想像力去控制我們的腦 反正我們的腦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對不對 潛意識 我們就制造一種 對 螢光都沒在手中啊 嗯 很有趣耶 對啊 老師剛剛我們是有提到說什麼有四個步驟對不對 對 我雖然已經過了很久 可是我沒忘記那個老師 所以你趕快示範 所以第二招數 當一些負面的情緒來的話 我們怎麼做呢 其實很很簡單 我愛才子 才子愛我 我愛才子 催眠 負面的我 負面的就甩掉先 你負面說哎呀我年紀大了 那時候 哼 不要那個年紀大了這個想法 好 有什麼大不了 年紀不是問題 哼 你什麼大不了 就是把那個 OK 我們一起來做做看 就是把那個 還要動作啊 對啊 因為我看到兩個老師從事這樣 可以和動作嗎 我想說 我們可以 像做那個動作習慣以後 你很自然 一有負面思想的話 你就幫他哼一聲就可以了 蛤 所以你不用做出來 你腦裡面做都有效了 動作 我腦做好了 有疑態一點 好啦好啦 怎麼做 OK 1 2 3 哼 哼 OK 這說什麼呀 哼就是負面的思想法 就是負面的思想法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負面想法 對 我一想到就說 哎呀我樣子一不是長得很好看 一定不會有人要我的 哼 那又怎麼樣 這樣子 對 請守住下一節 節目將出現更多精彩爆笑的對話 我們會不會有些人